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再請問這個建邦修 所以從我們所謂已經被認為 說是成功的這個半導體 這個發展的這個過程 你們其實沒有從業界來看 從來沒有期待說台灣的這個學術界 科學研究對你們有過什麼幫助 是不是這個樣子 研究可能沒有太多啦 但是除了培養人才 除了講還是有 對不對 還有設計公司也是很重要啊 做的IC不能靠自己嘛 你要有客戶設計要讓你生產 不然你生產什麼東西 整個來講還是能這樣 我想台灣在培養這個設計工程師 還是有花了蠻多的工夫跟成果 只是說這個格基還不是很夠大 所以對於半導體 或者更一般電子業來講 台灣的學術界的最重要的功能 貢獻就是培養人才 應該是這樣講啦 對 那這個是過去到現在是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未來呢 因為這兩天 恐怕是昨天還是今天 這個報紙也有報導 這個張宗盟董事長 這個在抱怨說 台灣這個沒有培養出這個人才出來 我想這個可能不能一言一概之啊 他是我前老闆 我講話這個 我想這個 台灣現在的問題就是面對中國大陸 這是很現實的 所以談台灣的產業不能只自己講爽的 你不管是LED 不管是IE設計業 你的問題就是說 你最大客戶是中國大陸 你最大對手將來也會是中國大陸 那譬如說以聯花科好了 現在聯花科看起來不錯 但聯花科馬上面臨很大的危機 一個是韓國的三星 像日震當中啊 可是三星的股價一直在掉 為什麼 因為高端的手機慢慢的市場飽和 所以三星要回來殺這個低價的啊 那大陸是低價高價同時在做啊 所以最近大陸有一個最值得我們觀察就是 他們讓兩家公司就是展信跟RDA 這大陸兩家IC設計公司在NASDA上市的 讓它下市 就紫光集團 中國的國企紫光 併購這兩家公司讓它下市 這是非常不寫常的動作 對 他們講出來就是要 打造愛惜設計國家隊 第一個目標就是聯花科 對不對 那這對聯花科就是最大警信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聯花科最需要觀察就是這個 大陸這個 國家級的計畫對它的這個影響 那現在宏達電已經不大好了 如果宏達電出問題 聯花科再不能太過張 這對台灣整個這個產業就會很麻煩啊 所以這就是整個應該講整個台灣的半導業界 要以這個思考的問題 那至於說一種產業發展國家計畫 其實這種東西尤其是人家講的 有心災花花不開 無心插柳柳承煙 有一次請你們肯定還沒什麼感覺 三十年前 我在台灣你們都在國外面書啦 那時候林洋港當地政部長 他又說台灣這個家家戶的鐵窗太丟臉了 國家形象不好 我要把鐵窗都燃掉 要讓鐵窗業失業 要把小偷強盜都抓光光 這還沒有做掉啦 第二個就是那時候電玩業嘛 小學中學旁邊都是電玩 齊電王 立刻台灣所有電玩前導啊 那這對電玩業怎麼辦呢 我要昇華啊 這全部左頭路器 做Apple II仿照 進來做IBM PC 左頭路 對不對 沒有錯 神通宏基有在做micro processor 但是台灣第一批進來做這個 仿冒這個個人電腦 就是被林洋港逼得左頭路的 所以你可以做林洋港是大工程啊 對不對 他並沒有想到這一點啦 所以很多事情的因果關係是很難分析的 那這麼多台商到大陸 要恨李登輝 李登輝逼大家左頭路到大陸去 反過他 其實李登輝對台商大陸是有功勞的 因為李登輝對你越壞 共產要討好你 要證明他比李登輝好 他會給你多優惠條件嘛 對不對 那今天的麻煩是說 為了大陸自己的經濟發展 他要培植自己的產業 所以以前引經入用來的這些人 現在慢慢的都是 叫你往西北搬啊 叫你到越南去也可以 你喜歡到印尼我不管你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資源有限啊 台灣我們小國家 我們不能跟日本比 不能跟美國比 你不能想什麼產業你都要做 你要有一個選擇 對不對 我們看一個 那波利亞小國 那Astoria 180萬人 可能他十幾年做Skype 對不對 我們多少都用Skype 對不對 這是一個選擇啊 還有韓國 我們要手機對不對 我現在我每個手機都有Nine 對不對 Nine是韓國人在日本公司 一個小股盆做出來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你一下有時候選擇 我覺得以前 微軟有個口號 我看得很有印象 以前Microsoft出了一本書就是 Microsoft 100一個秘密 其實有一個秘密 它叫做什麼 就是 Eat your own duckhood 吃自己的狗食物 我看得就有什麼感覺 因為小時候我爸爸是做外銷 卡車 我們常在鳳梨啊 在餅乾啊 在什麼 我想說 為什麼台灣最好的香蕉 最好的東西都拿到國外去 我們都不設計最好的產品 HT 宏達電啊 他可能20年前就幫那個啊 細門只會幫他代工啊 所以台灣一直有習慣就是說 我生產的東西我自己就不用 為什麼呢 我有這種感覺 有一天啊 我去Amazon買了一個電子書啊 Kindle嘛對不對 寄來了 海關說你要寫切結書 因為有什麼無線電子什麼保密決定 快點 電子書它是有無線功能 可是我們社會上所有手機啊 有無線功能 對 我們這個法律到現在還規定 你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法律是非常落後的 像現在什麼第三方支付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這個產業發展 這土壤很重要 你的法規要前面那個 你假如這個法規不能預測五年 三年十年後對不對 像那個皮胸張紅字為什麼生氣 如果你十年前讓他放手一搏 現在根本也沒有什麼阿里巴巴這種東西嘛 對不對 大家現在很稱讚 阿里巴巴馬英多了不起啊 對不對 可是馬英的退職演講大家有沒有聽 馬英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他就不管事嘛 他退出來自行 他說為什麼要給後面的人做 因為相信年輕人 我們相信未來 如果您會再開動 他會不會再說